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保育员可以照顾两个孩子的话 保育员的工资 孩子们奶粉尿布这些开销 还有感冒发烧这样的一些日常医疗的费用 再加上必要的后勤与管理费用 每年每个孩子的费用差不多是要三万元 这不包括场地费用 不包括他们的大病的手术费用 也不包括他们的康处费用 因此有人说 这样有限的资源 为什么不去用在那些 有希望 健康的 而且能够对社会创造价值的 这些孩子身上呢 而这些弃因 他们对社会毫无作用 而且要花那么多钱 救助弃因的价值在哪里 在2004年的时候呢 我在一个无线通讯领域的公司还在上班 在这个时间之前 我是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的读书的这个过程 从上小学 然后读到博士毕业 还去做了两年的博士后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围绕着这些公式来打交道 但是上了这么多年学 我当时一个想法就说 在这个年龄我就把学就上完吧 但是为什么读书 为什么这样上学 其实我没有做很多的思考 我当时想着 上完学可以找一个好的工作 后来呢我就工作了 每天泡在这样的实验室里 或者去拜访客户 当时我的想法也还是很单纯 就是好好工作 好好养家 好好生活 这个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很正常 也很平淡 但是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在2004年的时候 我这时候有一点变化 因为怀孕我做妈妈了 这一下子就改变了我的关注点 我开始关注到 有很多患大病的一些小孩子 他因为家庭贫穷而无前一致 这个对一个母亲来说 就一下子被触动到了 所以我当时就很想 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于是我在上班之余 也成为了一个儿童救助的志愿者 在2007年10月的时候 作为志愿者的我来到上海儿童学中心 就遇到了这个小女孩 云宝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器营 她患有先天无缸 也就是先天没有缸门 前面在上海 来上海之前已经三次失败的手术 而且她缺少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 术后的一个照料 叫做扩缸 她就是用一些不同粗细的管子 来帮助她这个人造的缸门 把它扩充开来 因为缺少这样的一些 一个缺少成功的手术 又加上缺少术后的这个照料 孩子非常非常的虚弱 18个月大 她甚至不能独立地坐起来 她也不会笑 她的表情除了痛苦就是 没有表情 就这样呢 一个特殊的群体七婴 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一个孩子 她代表着我们生命初期 最脆弱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家里面的孩子 有父母的关怀 有父母的关爱 他们是安全的 是幸福的 但是这样一些孩子 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差 有的被抛弃的时候 还起天大 他们完全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但是缺少 像父母一样 为他们的生存而努力的人 他们是脆弱的群体理念中 最脆弱的群体 当时我就一下子感受到 他们的这种绝望无助 也忽然深切地感觉到 在我们之外 有很多的人 从他出生 就要经历那么多的暴难 而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无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呢 我的视角 开始突破了 个人的生活的权责 这个孩子的无助呢 让我决定 带他回家去照料他 因为如果再没有 父母般的关爱 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放弃的态度的话 等待这个孩子的 他就会慢慢地痛苦地 最后皮包骨头地死去 我和家人一起给他护理伤口 帮他扩钢 慢慢地调整身体 恢复体力 不到一个月 这个小丫头就开始有了活力 而18个月大的 瘦弱的孩子 也慢慢慢慢地恢复了体力 他越来越胖起来了 也有了力量 就开始给他训练爬 坐 站 走 终于他慢慢地 他可以站起来了 有一天他还可以走了 有一天他也可以开怀大笑了 终于还有一天 他也可以上幼儿园了 在孩子四岁半的时候 我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就是是不是收养这个孩子 我自己的家庭没有宗教信仰 而周围的这个社会环境呢 其实在接纳这样的一些残疾孩子的时候呢 其实他状态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非常的没有信心 在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上 如何让他有足够多的这个内生的力量 去战胜他各种遇到的这种心理的障碍和困难 去怎么样去克服呢 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信心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很痛苦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决定还是让这个孩子进入国际收养的这个流程 因此在2010年7月19号的时候 我和这个孩子在泪水中告别 因为跟家庭的交接是在广州进行的 所以已经六年多过去了 我到现在依然没有勇气踏入广州的一个城市 因为想念这个孩子 直到今天我也常常为他落泪 但是每当收到家庭 他的收养家庭寄来的照片的时候 这个孩子那种快乐幸福的那个神情 让我永远地为他高兴 因为没有放弃 他终于度过了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也最无助的时候 终于他也能够重新有了自己的幸福温暖的家 林导走后呢 这个小女孩她就住进了我的心里 常在我心里的一个地方 我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的内心已经完全不同 我终于体会到 我曾经拥有的这些平淡生活 是什么样的一个幸福 也终于找到了我努力上学 努力工作的一个意义 所以在半年以后我就提出辞职 我想去为更多的这样被抛弃的孩子 建立一个温暖的 像家一般的养护中心 当我回忆这一切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 那个小孩子 那个小女孩 她们虽然极度地脆弱 但是她们却有改变 别人人生的这个力量 她们就好像启动了我内心的一个开关 让我的内心能够逐渐地释放出一种特别的爱的力量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也让我的人生更丰富 更完整 也更有意义 在救助孩子的过程中 其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疾病的孩子 我原来其实不知道有这么多疾病 现在我已经快算半个医学名词的专家了 云宝其实是幸运的 但是很多孩子病情要比她严重得多 比如这个孩子 她叫婷婷 她完全不会说话 当你递给她一个玩具 如果她想要玩这个玩具 她可能就会接过这个玩具 但是呢 她从来想不到自己可以走路 所以她腿脚是好的 但她永远就 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迈开步子走路 但是就这样一个傻孩子 她看不懂 听不懂你说的话 但是她却看得懂你的笑 看得懂你的友好 她也可以用她的微笑来表达 她非常喜爱一个什么 或者说她也会用哭泣来表示 她不喜欢 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沟通交流中 我们会看到生命依然有存在她的力量 她依然是一个懂得快乐 懂得忧愁的孩子 只是她需要别人的照料 还有一些孩子 多么漂亮的一个孩子 她叫韩汉 她患有严重的虚动型的脑瘫 她抽搐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抱稳她 所以她非常的痛苦 而且她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完整 所以有一次发烧连续十天四十度 居高不下 医生也束手不测 所以也有人说 这样的孩子 他其实存在是很痛苦的 还不如怎么样 是的 我也觉得他特别的痛苦 他这样的活着是很痛苦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他身边的人 我们能做什么呢 是不是在他痛苦的 大哭的时候 嘴唇发紫的时候 我把他放在一个房间 然后我假装不知道 躲到一个地方 也许再过半个小时 他可能就上来气 就可能结束了这一切痛苦 或者在他发高烧的时候 他如果退不了 就不要让他退了 我们把他接回来 还是把他放在那 也许他能熬一天 也许他熬两天 再烧两天 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我做不到 可能我们在座的 也做不到这样子 当看到他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一种无奈 是的 他非常非常的痛苦 但是即使要安乐死 这个安乐死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段复杂的过程 也不是我们简简单单 就是这样去处理一个生命 这些脆弱的孩子 他们虽然脆弱 但是他们依然是一个生命 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给他一个很好的照顾 减轻他的痛苦 也能够让他们舒舒服服 干干净净有尊严地活着 在养育这样的一个孩子的 一个过程中 就像是一场生命的教育 让我们觉得 生命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应该是多元化的 而在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过程中 我们也感觉到 我们不仅仅是救助孩子 其实也是救助我们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你觉得他们 其实跟我们的距离很遥远 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张图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标签 它是在描述 这样的一个标签 刚才我们在看到一些孩子的标签 我们看到孩子他患有各种疾病 可是到我们的老年 到我们的老年 我们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些疾病的名称了 我们也患有各种疾病 当我们再给孩子说 当我们再说 孩子他无用 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对社会没有价值人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的老人 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标签 他也是患有疾病 可能对社会再也没有创造价值 所以在爱护这些亲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也感觉到 同样的 其实我们也是在去关注 未来可能老年的我们自己 如果这些对社会 可能显得没有用的生命 如果不被接纳的话 这些孩子的命运 他就像垃圾一样 同样的对于老人 他也可能会被像垃圾一样嫌弃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报道 有一些瘫痪的老人 被他的儿女断水断粮 就是希望老人早点死掉 而老人自己本身 他也觉得我治病就是拖累孩子 与其拖累孩子还不如自杀 这样的事情比理皆是 而对于我们身处壮年的我们 也可能一场疾病 一场意外 也把我们从生能活活的状态 打回到一种脆弱的状态 所以接纳脆弱的生命 接纳这些对社会不再创造价值 而只是予以他照料的这些人 实际上就是接纳了未来可能脆弱的我们的自己 当我们在讨论救助七因有没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讨论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 是否也值得被救助 在2004年的时候 因为交流月儿知事 我结识了一批网友 当时我们也是志愿者 我们当时是筹一些钱 或者去医院去给孩子挂号 看病 孩子住院的时候 我们可以轮流值班 有的时候送一些汤水 或者就是去做衣卖 去帮他们筹款 就是做着这些很琐碎的事情 但是其实你想想孩子的生活中 他的组成不就是这些琐碎的 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的 这个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吗 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 都是一些点点的底 那我们这样的一批网友 坚持了12年 12年过去了 12年过去了 这些网友分别成立了 组织公益 天使之家 天使妈妈基金 包括宝贝之家 河南平岭山爱之家 近10家的公益机构 每年有近千名的孩子受益 每年也影响到上万名的 志愿者捐赠人 从此积极地 踏入到公益活动之中 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有更多的机构 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更多的这些机构 他们也都是由个人点滴发起 然后不断坚持的 当我们以10年或者20年 为单位 踏踏实实 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平凡人 那微小的力量 在不断坚持中 所产生的改变 这是一本书 叫做《孩子的权力》 在这个书里面 这是其实给儿童读的一本书 在这个书里面 提到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儿童权力公约 儿童权力公约 它包含三大部分 五十四项条款 规定了全世界儿童 可以享受的这样的权力 中国也签署了这条公约 但是如果儿童的权力 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是没有意义的 每年我们依然 有上万名的孩子被抛弃 而这些被抛弃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条件 依然需要改善 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是需要很长很长的路去走 但是唯有坚持行动 我们才会有希望 这样的一个希望 是这么多孩子的希望 也是我们自己的希望 更是社会发展的希望 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